彰化县政府12日举办 彰化县国土空间发展策略研讨会 邀请产官学界、地方人士及关心环保议题的公民团体、妇女团体等约150人 针对彰化县重大空间发展议题及整体国土空间提出宝贵意见 期望符合大家所期待的结果 毕竟我们彰化县也是一个工业很发达 尤其是中小企业聚集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仅在自然保育、农业的保护、产业的发展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产官学以及公民团体 大家一起来这里召开这个研讨会 资讯是公开的、心态是开放的、政策是参与的 所以我们邀请这些公民团体、学界、产业界大家一起来研讨 我相信透过大家的集市广益 可以让我们彰化县国土规划更能够符合现况 以及各方的一个需求 彰化县政府为确保国土安全 成立彰化县国土计划推动工作小组 并率先至105年底起 积极办理相关先期研究规划 针对县内各项重大空间发展议题进行初步研锡 并办理地方座谈会与专家学者座谈会 请听各界意见 建议研尼彰化县未来空间发展策略 也为未来法定国土计划奠定规划基础 公民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导